近日 美国研制的第二架S97高速直升机成功试飞 它的最高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480公里 那么S97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直升机 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的出现将对未来战争带来哪些影响 军事科技为您详解侵袭者S97 敬请期待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近日 由美国著名的直升机巨头企业 希克斯基公司研发的第二架S97侵袭者高速直升机原型机 在佛罗里达州试飞成功 那么此次试飞历时是90分钟 据希克斯基公司宣布 此次试飞标志着S97项目将进入全面飞行试验阶段 那么S97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直升机 它又具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直升机以其多元化功能越来越被看重 不论是运输还是攻击 在现代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美国陆军提出了研发新一代直升机的计划 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逐步替代现役的美军逐战直升机 截至目前为止 美军现役的直升机有5000多架 陆军装备使用的近4000架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S97横空出世 这个蛋糕非常之大 所以这个计划抛出了以后 有条件的公司都在开始竞标 西科世纪公司在X2的基础上 竞标一种技术验证机 其型号是S97 西科斯基是美国老牌的飞机和直升机制造商 由俄罗斯裔美国飞行器工程师 埃格·西科斯基于1923年创建 目前最著名产品为UH-60黑鹰直升机 全球有近5000架 出口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黑鹰一脉相承的S97直升机 于2011年开始研制 2014年10月 美国西科斯基公司 在佛罗里达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一款科幻未十足的S97侵袭者 2015年5月 S97成功首飞 S97这个飞机从它比较独特的外形 甚至带有一定科幻色彩的 这种把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两类飞机一体化的这么一种设计结构的话 这个确实是个奇迹吧 这也是赋予它很独特的一种 执行任务的一种能力 也就赋予它比较快的飞行速度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这句话在武器装备中也非常适用 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传统的直升机由于飞行速度慢 飞行高度低 机动性差等问题 面临严重的生存挑战 于是一贯追求技术领先的美军 开始不停尝试研发新一代直升机 目前世界各国所使用的直升机 最高时速一般限制在 250千米至350千米的范围内 全球现役直升机飞行速度最快的 就是美国所装备的阿帕奇直升机 而S97的飞行速度 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达到了惊人的每小时480千米 我们说S97最大的亮点 是它非常高的速度 目前达到了480公里每小时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普通现役的直升机速度的两倍 那么目前第三代最优秀的直升机 比如说阿帕奇 才达到了最高速度是360公里每小时 目前俄罗斯的卡5-2最大的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 可见这个速度优势是它的第一亮点 如此快的速度 可使S97更快地抵达战场 在完成攻击任务后 能够快速撤离战场 还可以有效地通过速度优势摆脱敌方地面火力的打击 生存能力大幅提高 S97侵袭者采用两副共轴反转的刚性旋翼 双旋翼共轴式直升机结构紧凑 利用两副旋翼产生生力 每副旋翼的直径也可以缩短 集中部件可以紧凑地安排在直升机重心处 可以提升飞行稳定性 直升机的主旋翼进行这种共轴设计 其实在以往一些直升机也用过 但是美国以往用的不是太多 因为它为什么要共轴双翼呢 其实我们看直升机 所有直升机都有两个翼 一个是主翼 有的是在尾屁股上 弄一个这么一个小像电风扇似的东西 它就是要解决 因为你在主翼在旋转的时候 它一定会产生一个反向的利率 让整个机身转 所以说一定要克服 在主旋翼旋转的情况下 我机身的反向旋转问题 所以人家在后面加一个电风扇 其实是一个克服它这个利率的东西 除了共轴的螺旋桨设计 最吸引人们关注的 就是S97尾部螺旋桨 它改变以往直升机尾部螺旋桨的设计 使S97看起来更具科幻感 其实这个S97我们看这个飞机 确实有一点科幻 那科幻在哪呢 尾翼 还有一个推进式的螺旋桨 它这个螺旋桨的作用就是 就是提供一种动力可以向前飞的 但是呢 它如果这个叶片反转的话 它可以拉得往回 所以它前面后面 它都可以进退自如吧 这是这个S97的一个 很独特的一个 气动外形的设计 也是它的功能设计 S97采用复合材料一体化机身 机身包括一个综合驾驶舱 一个货舱和一个尾锥 采用复合推进式总体布局 流线造型明显 圆润流畅 棱角圆滑 很少有突出部 整个机身浑然一体 这样的设计很好地提升了隐身性能 这种材料的厉害之处就是超轻 S97整机只有四吨重 而起飞时的重量也只有五吨左右 流线型的设计 外加呢 应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 采用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呢 从而使S97呢 具有比较好的隐身性能 由于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因此S97在恶劣环境条件下 对腐蚀的敏感性 也比金属材料低 可以提高直升机机身结构的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在武器的搭载上 S97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在机首下方 加挂了一门新型加特林机炮 S97所加载的炮身 被包在一个圆筒里 共六个炮管 射速为每分钟6000发左右 同时在S97机身两侧 各有一个武器挂架 可挂在海尔法反坦克导弹等 精确制导武器 未来直升机面临的环境 是越来越恶劣 就是低空防空武器的发展 和低空探测雷达的发展 对直升机的威胁 环境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它这个飞机 有一定的隐身的设计 包括它那个机炮 它那个机炮 就是做得比较弧远 就是避免了过往机炮 那么多的雷达反射 节面机那么一个效果 它是做了一定的隐身处理 与此同时 S97信息化水平高 采用全自动化模式 无论悬停还是翻滚 机载电脑都会自动计算 并告诉驾驶员如何驾驶 操作人员其实只要按照 电脑的计算路线 进行前进或后退 在使用武器上 一个编队的数据 可以瞬间共享 提高其攻击力 近日 美国研制的第二架 S97高速直升机 成功试飞 它的最高飞行速度 超过每小时480公里 那么S97到底是一款 什么样的直升机 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的出现将对未来战争 带来哪些影响 军事科技为您详解 侵袭者S97正在播出 如今S97的试验 是非工作正在进行 在世界军用直升机 这个舞台上 向美国所研制的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还有形状怪异的 V280轻转悬翼机 以及俄罗斯所研制的 卡52武装直升机等 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那么这三款军用直升机 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们的作战能力又如何呢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是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 装备超过了800架 是20世纪 甚至直至今日 世界上优秀的武装直升机之一 现已被世界上 1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AH64阿帕奇机头旋转炮塔 内装一门30毫米 链式反坦克炮 4个外挂点 可挂8枚反坦克导弹和工具 机上还装有目标截获显示系统 和夜视设备 可在复杂气候条件下 搜索 识别 与攻击目标 它能有效摧毁中型和重型坦克 具有良好的生存能力 和超低空贴地飞行能力 AH64阿帕奇 以其卓越的性能 优异的实战表现 自诞生之日起 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 阿帕奇这款飞机 它的特点是单翼 双发 它是双座串联 它的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种串联对于驾驶员和武器操作员 这种配合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是大玻璃座舱 视线也很清楚 那么从实际作战效果和能力来看 也有目共睹 在历次局部战争当中 很多情况下都有阿帕奇的身影 1991年1月17日凌晨 发动海湾战争中的第一波空袭时 便派出两组阿帕奇直升机打头阵 在夜色的掩护下低空禁机 先行摧毁伊拉克境内的 两组预警雷达以及相关设施 正式揭开沙漠风暴行动的序幕 其实整个海湾战争 第一枪是阿帕奇打的 这两个雷达战一打掉 就等于是开辟了一个突防阻 多个部队飞机再进去 雷达是不存在了 一下开辟了这个阻力 后来在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中 它也用得不错 按照美军自己说吧 曾经七发导弹打掉了七辆坦克 所以说这个阿帕奇飞机 还是应该说是世界航空史上 很成功的一个 重型的武装攻击直升机 卡52直升机 是俄罗斯卡莫夫公司研制的 共轴反转全天候直升机 共轴反转技术 是俄罗斯卡莫夫设计局的绝技 其设计的直升机 几乎全都使用同轴反转式布局 且全都以卡字为开头 为直升机型号命名 卡52采用共轴式悬翼系统 上下螺旋桨分别顺时针 和逆时针旋转 可操纵性更强 飞机能侧飞 后退 甚至短时间的倒立飞行 另外还能以环形飞行 俄罗斯的卡52目前在世界上 也属于是一流的武装直升机 它的研发应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 这个飞机 这种武装直升机 它的把着瞄的也是对着阿帕奇去的 所以它也是世界一流的武装直升机 传统的武装直升机 都为串列双座布局 卡52采用并列双座布局的驾驶舱 它是根据现代武装直升机的驾驶需要 和所担负的战斗任务而设计开发的 飞行员是并肩坐下 这样会产生同伴的感觉 有力协作 武器系统 由一门30毫米航炮 两侧短翼下的四个挂点 最多可以挂在24枚导弹 同时在每个短翼翼间上 加装一部电子对抗舱火力强大 俄罗斯也有一个挺厉害的角色 叫卡乌尔 它外形跟阿帕奇有区别 它是共轴双翼的 但是浑身也是长满武装的 带满各种各样的武器 火力也非常非常强 它这个飞机 在世界直升机中独一无二的 飞行可以弹掉逃生的 其实卡乌尔飞机 它跟阿帕奇飞机 可以说是同质化的特点比较图 就是质量的质 都是一种武装重型自身机 主要认为是打坦克 V280勇气轻转悬翼机 是一种能够变形的飞行器 从外形上看 它有两个平行的垂直悬翼 使它能够不受地形的限制 随时起飞降落 然而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当它到达一定高度时 它的垂直悬翼 可变形调整为水平状态 就好像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一样 能够瞬间提升 并保持它的飞行速度 这样便使得V280 既能够像直升机一样灵巧 又可以像固定翼飞机一样 高速飞行 这款飞机外观看非常像V22 它的技术验证机 曝光的时候是在2013年 那么首飞是在2017年 我们说外观来看 这架飞机很像是黑鹰加V22 就是说机身和黑鹰非常相近 那么外观呢 因为它是个轻悬翼的直升机 所以和VR这种血统呢 是一脉象征的 V280勇气是为了满足 美国陆军部队 对直升机的需求开发研制的 其实美国陆军在政府网站上 公布了新一代武装侦察直升机的 巡驾草案 美国媒体关于S97侵袭者 与V280勇气直升机竞标的新闻 已铺天盖地 那么这两款新一代直升机 谁能争夺下这块大蛋糕呢 第一种判断来讲呢 可能是一家独秀 拿到了这个大的蛋糕 其他是一个辅助问题 第二种情况呢 可能采用两家的主体方案 进一步改进 第三种情况呢 也可能除了这两家联合的大的公司之外 还有第三家黑马杀出来 这三种模式都有可能 直升机是现代化军队必不可少的军事装备 一直以来世界各军事强国 对于直升机的研发 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S97自诞生之日起 至今呢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希克斯基公司更是投入了巨大的力量 争取在研发上拔得头筹 那么 在未来的作战中 S97将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又对未来的作战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呢 未来可能的用途 比如武装侦察 轻型突袭 轻型突击 以及特种作战等等 这样对陆军 这种轻型武装直升机 或者这种作战呢 短时间集结 迅速形成能力 是非常有帮助的 美国陆军拥有众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目前现役的主战直升机 为火力强大的 AH-6帕奇武装直升机 相对于阿帕奇来说 S97的身材略显单薄 S97的出现 对未来战争的形态 也将带来变化 如果说我们把阿帕奇 比作一门重炮的话 S97我倒认为 它可能是未来是一个 信息化的手术刀 就是说 我对一些 体验一些隐蔽的目标 我实施一种隐蔽的突防 它可能是发挥这么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手术刀的作用 留给美国陆军提出的 在2030年之前 逐步替代现役的 美军主战直升机的时间 越来越短 在未来的12年间 美国军用武装直升机 将会如何发展 恐怕也是 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S97从技术验证 那么到工程 整个都固化起来 真正的列装以后 这个过程能不能走到巨号 距离这个时间段 还有12年 但是这12年的过程当中 变数非常大 现在世界各国的武装直升机的发展 甚至整个民用直升机的发展 可能都陷入到一个迷茫期 下一步 在阿巴西之后 下一步的武装直升机 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的基本技术标准 基站数标准是什么 可能各个国家都在探索 我们也在思考 武装直升机 是为执行作战任务而研制的直升机 经受了多次规模不等的局部战争考验 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性能 在战争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被人们称为超低空杀手 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武装直升机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S97侵袭者又将何去何从 我们军事科技栏目也将会持续关注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